是不是 因为老子比较早 底下 尘有则生 尘无则灭 完全无体 文法领悟之心 离尘 极无分别 尘有则生 尘无则灭 完全无体 不过妄有原理分别 执任不舍 痴迷妄也 既是真妄双迷 何得称悟 直至三戒末 或本妙心 常住不灭 方敢认取此心 方是真妄 所以这离尘 有体性 还有离尘无体性 是很重要的 离尘无自体性 就是妄事 离尘有自体性 就是真心 底下 诸方亦类 文子皆同本系 一音 具足一切音 所以称为原音 一切音 不出一音 所故业一音 佛音 为众生做真上缘 注意听 没有办法做清音缘 这个要很重 注意这个真上缘 佛陀只能作为 众生得度的真上缘 修不修行 要看什么 看清音缘 就是看自己 佛陀在《仪教三经》里面解 佛陀就像一个好的医生 开出去的药 应病于药 就是你知道什么病 他开出什么药 服已不服 非医之救也 你服用这副药 和不用不服用这个药 已经不是医生的过错了 我今天也是这样 文书讲的 有这个音言 讲这个《仁言经》 你听以不听 这不是我的过错 你不来 我也没有办法 是不是 师父也只能作为 大家的真上缘 修不修行 要看你树式的善根 树式的善根 谁根差别 信众多生 犹如一语所认 草木大小 谁根受益 有缘各缘 如在一堂 一根则 为至义之端 乃一至义人 以法 三义中的以法 对法有疑问 此一根之一心 非大雄大力之四尊 莫能拔之 刺激原心 真心 谁取谁舍 莫中一世 原心 这个就是 圣灭意识的攀岩心 叫做原心 圣灭意识的能原心 就是原心 真心就是真如 如来掌性 到底是谁取 是谁舍 莫中一世 如人或予以欺土 莫之所向 就像一个人 迷惑在这个歧路 不知道方向 所以修学佛道 诸位 没有大善知识 是完全没有办法的 这个路是走不出来的 一团迷茫 所以求把 一根 令道不移之地 树可归无上道 无上道 就是不生不灭之果决 须是不生灭之因地心 树可原成乙 需要了解 要认识这个不生灭的因地心 因地心就是出发心 集成等正结 就是这个道理 出发心是用不生不灭的 如来掌性修行 逆盘妙心修行 其实成佛也是这颗心 成佛以后 就是当初这颗心 这颗心就是成佛的心 不二的 树可原成 出阿难求觉起始境 二百三十页 二三零 如来立位破显 佛告阿难 如等善以原心 听法 持法意原 非得法性 先解释一下 佛告诉阿难 如等听经文法的人 善且是以生灭意识的攀原心 来听法 持本来真如的 不可得的法性 也变成生灭的心 所攀原 也就是说 持法意原 也就是把法性真空 变成意识形态的 观念 直接了当讲 就是说 你用生灭心 听法 就算佛讲的是不生不灭 你也会被你扭弃 变成生灭法 直接了当 就是说 不悟的人 听经文法 永远是瞎子摸象 可是又不得不摸 他会揣摩 到底开悟是什么境界 到底不生不灭 是什么东西 他会一直想到说 那个会是什么意境 因为他没悟 他就一直想尽办法 要去体悟 要去体悟 就是这一念 就是转真心为无名 转不生灭 为生灭 所以是尊 是用 告诉你 领悟如来葬性的 不生不灭 的心性 但是 我们用生灭意识的 原心听法 持法 一原 这个法 就会 不生灭的法 就会变成 生灭的意识心所原 也变成生灭法 这句话重点是 就是说 如来葬性 很难去领悟 去体会 世间 众生 不管你用什么 方式 要去说 要去指出 通通不对 因为跳 跳脱不出 以前的语言 文字意识形态的 范畴 没有办法的 没有办法的 所以要进入 佛门的灵意 实属困难 有个大学的教授 教中文的 年岁大了 那时候我 懂一点 佛法 要去度他 这个男的老教授 七八十岁 我想有一年 就跟他 简单 说这个法 但是因为我年岁太轻 年岁太轻 他觉得佛法也没什么 后来慢慢接受了 结果有一天 吐血而死 来不及了 来不及了 年岁太大了 听到佛法 从而接触 两年来 我们一直就想着办法 可是没有办法 无能为力 无能为力 所以说 他那个脾气 暴躁 善根也不够深 就算点到这个佛法 他也不想接受 就算接受了 也不热 热不起来 只有我们单方面 没有用 没有用的 所以这个 后天所学习的 语言文字 变成一种协力的时候 它只是一个 谋生的工具 协生之道义 协死之道难 学习如何生存 是很容易的 只要我把欲望降低 就很容易生存的 但是协死之道难 要学习如何面对死亡 是很不容易的一门学问 要面对死亡 有多大的勇气跟智慧 我们现在就是要学习 面对死亡 而且这一天 你一定会来到 提前做准备的人 是幸运的 提前做准备的人 是有福报的 不是说像世间人 不敢面对这个死亡 连死人摆在那个地方 棺材摆在那个地方 他都要绕道 他都要绕道 你知道吗 连棺材摆在那个地方 他连走过去棺材前面 都不敢 谈到死亡 他就免谈 谈都不敢谈 诸位 不敢谈死亡这个问题 就能解决死亡吗 不 不行的 因为那是千真万确 是一定要面对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避免的 这样才了解佛法 佛陀的伟大 要是只有吃喝玩乐 学习如何生存 说实在话 只要不是战争 你肯吃一点苦 大家都 其实都有饭吃 只是吃得饱 吃不饱 吃得好 吃不好 就这样分别而已 佛法可不同 佛法是要面对 三界六道 轮回的 真正的大问题 死亡是一切的毁灭 还是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 生 就是指走向死亡 这个是 就像春夏秋冬一样的自然 人一弯弯落地 就一定要面对死亡 一个都逃不掉 提前准备的人是有福保的 就像在座诸位一样的 能够知道 死亡逼迫着我们 死亡要面对着我们 而且我们也有一天一定要面对 不是 你就不要去坍塌 没办法避免死亡 你要 不去碰触这个死亡的现象 也不代表 你可以活多久 最多是一百岁都不得了 就了不起 现在有哪几个可以活到一百岁的 但是我告诉你 你只要听到了正法 就算你活三十岁 听到正法以后 你再活十年 值得 哪怕你活五年 你也值得 哪怕你活三天 孔子讲 招文道 细死可以啊 就是 我们一辈子都没听到佛法的人 刹手戏归的时候 就什么东都不是哦 拿了全世界几十章的博士 就摆在棺材旁边啊 天是棺材盖啊 地是棺材底 无论闯哪里 总在棺材里啊 你怎么拼 拼没关系啊 拼冬拼天 拼天 拼地 拼生 拼死 就是 拼出一堆骨灰啊 对不对 拼死拼活 就一定拼出那一堆骨头啊 没有例外啊 提早做心理建设跟准备 佛法就是处理这个问题啊 底下 这上课阿难 求解取舍 此刻如来 力未破险 破者破忘 是原心 贤者就是显心 显真 此一破原心 有还 就是有生命来去向 先破所原之法 所原之法 是限说法因 佛陀讲法了 就所原之法了 阿难不舍生命的原心 为重于法 若破所原之法因 所原加之法因 这样才看得懂 如果破了那个所原 阿难所原的之法因 因 因生的因 就非真 而能言之舍 只要你了解说 佛所说法 只是方便的 因生重要是 意理重要的 要去领悟 不是在因生 在语言 在文字上 你们打转 这样永远抓不到 佛法的重心 所以知识家讲的一句话 是真的很有道理的 他说 我们老得太快 但是智慧却开得太慢 所以知识家告诉我们 说 有人经过了十年 二十年的痛苦 才体会一句话 生命是苦的 原来生死无常 在文字上